大家买手筒最怕碰到的是什么 我相信不是买贵了 而是买到假的 北京的交易间在别人家买了两条手筒 那收到手之后还是不放心 所以寄过来 今天咱们去给它做一个鉴定 走 上楼菜包 第一条它是有一个淡春彩的感觉 整圈它是有一个淡淡的紫色 细腻度还是不错的 在上方这个位置还是有带着一点淡淡的湖水绿 打进去看整个底装都还是比较干净的 内部有翡翠这种基本的纤维胶质结构 但是在这个位置它是有一道比较长的斜过来的一个贯穿链 第二条它是有一点黄匪的感觉在上半部分 它是有带着原始上的一个黄五层 那同样上半段的一个肿水都还不错 那缺点就是在下面半段它会有一点这种连续晶体的感觉 这两条咱们刚刚看过来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但是一会还是要拿去出一些证书 现在网络上其实会教给大家很多办法 什么止光灯 密度测量法 还有静电检验法 但其实这些方法一个是太过于复杂 另外一个也不够全微 其实最简单的办法还是拿到鉴定中心去出一个证书 那像平州这边出一张一般就是5块到10块左右 那如果是拿到外地的话 你们可以根据当地自己的一个导航去搜索这种珠宝检验中心 那一般的话也就是在两位数左右 那咱们现在拿去给大家出一下证书 走 证书已经回来了 首先恭喜一下这位北京的姐妹 没有踩坑 东西是真的 一张证书上面有什么呢 首先就是鉴定结果 那么出来的结果是A货 A货是什么意思 A货就是天然翡翠 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 就叫做A货 其次呢还有鉴定一条手镯的一个重量颜色 包括说折射率 翡翠的折射率永远都是1.66 这一点的话一定要记牢了 还有就是放大检查之后里面的一个结构 那翡翠呢全部都是纤维胶织结构 那最重要的就是证书上面一定要有检测机构的一个印章 包括说检测人员的签名 其实一直以来的都看到很多姐妹对自己买的首饰啊 或者是手镯 这些东西的真假它是不放心的 但自己呢又找不到什么靠谱的检测办法 这段时间啊 刚好呢临近这个结尾了 事情也相对少了点 那如果是有姐妹在当地找不到这种珠宝鉴定中心的 都可以拿过来这边呢帮大家鉴定一下 然后拿去出个特殊 这样也会放心一点 那这两条手镯呢咱们就不多说了 到时候重新打包一下 给北京的小姐姐寄回去